选战进入倒数 17号下午台湾客家联盟在理事长以及客委会副主委 以及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等人的率领之下 将近有30位的客家社会贤达赴花莲力挺民进党候选人古拉斯 而古拉斯全程用课语发表演说展现多声道的能力 并教众人用课语跳古拉斯当选超 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17号下午台湾客家联盟在理事长蒋洁安 客委会副主委钟孔赵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等人的率领下 将近30位的客家社会贤达赴花莲力挺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古拉斯 匀市政审称 花蓮的學家中心 Golas全程用客語發表演說 並宣布要當一個多元族群的縣長 會把花蓮打造成為尊重多元文化的環境 讓客語成為全縣暢行舞族的重要語言 要尊重學家 用學會 用學會的能力 讓大家證明 說現在做成中花蓮的重要性 是讓多元族群互相尊重 非常感謝 隨從老人來講一講 而且公開講一講 很好 所以說我要讓花蓮成為一個公園族群來會 讓客會都可以通行無阻 這樣來的情況 今天一定要告訴所有的客家朋友 我是原住民的縣長 可是我是一個會講客語的原住民的縣長 也就是我強調我用實際的行動 無時不刻經常的說客語 希望可以贏得客家朋友的這個支持 而且要相信我是身體力型 一定會落實我的客家的文化政策 也就是要在全線 讓客語成為暢行無阻的重要的語言 理事長蔣傑安代表聯盟 送上了一件台灣客家聯盟的夾克 還將三億鄉親的支持紅包 一併交給了Gulas 希望全台灣的客家鄉親 都要打電話給住在花蓮的親友 11月26號票投3號Gulas翻轉花蓮 當選縣長 記者劉明勝花蓮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